从人才的角度出发 我觉得现在香港政府 也是非常重视的 人才荒 这正是代表了我们世界 许多国家许多政府 对人才的重视 大家都在抢人才 所以香港也不例外 那习主席也说过 人才是第一资源 所以在香港未来的发展当中 我觉得对人才的重视 也是香港未来发展的 重要的一个根基 那目前香港呢 我觉得首先不仅仅 是要吸引领军的人才 同时呢 也要更多的吸引 优才跟专才 是吧 我们就好像搭建一个金字塔 顶端的是领军人才 那基层呢 要靠更多的 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做支撑 如果是形成一个道金字塔 那可能根基是不稳的 所以从这点角度出发 我提起点建议吧 第一个 我想呢 要和内地啊 更多的实行专业资格的互认 使得内地的专才 能够在香港啊 能够马上 能够进入状态 发挥作用 第二个 就是和内地的高等院校 要从香港的 这个教育局的层面出发 要更多的 来认可 内地的大学资格 第三个 我是觉得 在优才专才的这个名额上 到现在要实度放宽 以前呢 只有四千个 这个优才一年 那我提议来讲的话 在现在 抢人才的时候 我们大可呢 把这个名额 这个放宽 我希望能够放宽到一万 每年一万以上 我的还有一点建议 就是呢 香港要给 吸引过来的人才 要 落地一些 配套的政策 比如说 世界范围的人才过来 是不是在没有成为 远久居民之前 也能够和香港远居一样的 医疗保障 是吧 这些配套的政策 甚至来讲 我们可以有一些 房屋的政策 可以给到一些 我们希望 来香港发展的 这些经营人士 是吧 给他们的子女啊 在学校教育方面 提供一些便利 使得他们能够安心 在香港工作发达